HELLO 大家好,歡迎再次來到S行者 這次要帶大家到位於南投縣草屯鎮的九九峰步道 登山口位於九九峰生態園區 步道單程距離約兩公里 晚反時間約2.5小時 沿途皆為上坡 路況依序是產業道路、木街及土徑等 路線一開始會在悶熱的果園森林內行走 隨著人線的上升也逐漸涼爽 等到了至高點涼亭 一陣陣涼風不停吹來 整個身心靈彷彿得到了放鬆 與家人、朋友吃些水果、喝些涼水 遠眺著對面火岩山的地景 這又是一條吹涼風閃山景的好步道 就讓行者帶著大家一起艱行去吧 謝謝大家再次觀看我們周更影片 這次帶大家來到草屯九九峰自然地形保留區 草屯九九峰及三義火岩山、六龜十八羅漢山 並稱為台灣三代火岩山地形保留區 三義跟六龜日後有機會也會帶大家去走看一趟 那什麼稱作火岩山地形呢? 其實火岩山是一種特殊地形景觀名稱 山體屬於立層的地質結構 常因為雨水侵蝕沖刷而改變外在的形體 今年累月之後 山坡漸漸形成尖銳且具鋸齒這樣的山峰 其邊坡也漸漸成為深谷 且附近的草木之坯都不易生長 從遠處望過去有如跳躍的火焰 故稱作為火岩山地形 而這次我們所走的草屯九九峰步道 就位於九九峰自然保留區 保留區內有三條步道群 分別是霧峰北坑溪步道群、草屯九九峰森林步道群 以及九九峰西火岩山步道群 這次走的九九峰森林步道群 一開頭就是令人氣喘絮絮的上坡產業道路 但沿路都有指引大家不用擔心找不到路 到達九九峰森林步道插入入口處時 分為南端與北端入口 就有點像是台中大坑1到10號步道一樣 可以自行挑選適合自己體力的走法 建議若是體力比較弱一點的 可以從北端口進南端口出 相反的體力較好者可以從南端口進北端口出 但這只是我的建議啦 畢竟這是一條O型路線 對我而言從哪邊進路 哪邊出來都是差不多的 大家僅做參考即可 走完步道後 行者這次也有到九九峰藝術生態園區內逛逛 園區內其實看得出來 當時候設計的用心及完善的設施 但也許是這幾年隨著人潮的退散 園區內的美麗網裝外型的生態藝術館 應該也已經成為文字館了 除了沒有開放外更是灰塵茫茫啊 只剩前面那一大片草地 即旁邊有著民國六十九年 蔣經國總統守栽的張樹的數目 還依然似乎張開雙手歡迎我們 感覺雖然有點可惜 但無數我們這趟行程的遊興 也希望這片美好的生態園區 大家有時間也可以多來走走逛逛啦 好啦那這次行者影片就分享到這 若喜歡影片歡迎點贊訂閱分享 S行者我們下週見 謝謝大家